本章讲解主要讲的是 万一你是用注音输入法 那你注音出不来的时候你怎么办 所谓注音输入啊 出不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假设你用的是电脑 那你基本上 你可能也没有什么手写输入装置 或者说你今天基本上 你就是一个notebook好不好 那你打一个字 那注音可能你注错了 或者你不知道他这字怎么念 那你怎么办呢 很简单 这个地方就为了解除各位的这个小困扰 只要你今天在你的window画面找到这一个东西 然后找到这个东西之后 你点它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输入法整合器 有没有 你点它的时候它就出现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 输入法整合器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上面画 各位懂我这意思吗 画好了之后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字 它正确的念法是怎么念 那这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事情 我们在输入一个字 不是只是输入一个字 如果你习惯你是用注音输入法 那你这个字出来之后 你还知道 要知道它这东西怎么念 所以有时候我就心里在想 每次我看到我女儿在办那个国语字典的时候 或者那个注音字典 我就会心里在想说 这东西怎么会那么难 你知道吗 你要去找笔画 找注音 找什么东西 因为有时候 连你这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后来我几乎都是透过这个方式 就很简单 反正基本上来讲就是在上面画 画久了之后 大概像哪个字 它就会限制出来 出来之后你还会知道怎么念 下次你在输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输入这个音 这个功能 一般人可能不大会知道这样的功能 因为如果说第一个 你不是用注音输入法 你是用猜字法 猜字法是非常简单 你只要猜字 你这个字会不会念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会猜字 这个字就猜得出来 可是如果对庞大的 用注音输入法的人来讲 你的问题点就是在哪 就是第一个你注不出来 你看你注不出这个字 那可能你也搜寻不到 就算你最后搜寻到 你还是会有一个意欲心想知道说 有一个意愿想知道说 到底这个字怎么念 那这一个软体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也就是说各位只要选取这一个 各位就看到这个符号 有没有 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输入法整合器 接着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panel上面这样去写 这样上面去写 那写的时候它会有辨识 辨识完了 它还会告诉你说 这个注音怎么念 方便你下次的时候 你要再做重复输入 如果说你是用注音输入法的时候 这个工具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其实影音这个过程就好像间接累积了很多听众 那大家互相分享 那我觉得这如果会是我的问题 应该也是会是其他人的问题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消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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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